6月9日早上,有网友晒照称自己在东京营座的安曼酒店,偶遇到了龚丽跟她的丈夫,两人当时正在酒店餐厅享用早餐,照片中龚丽头扎马尾便,身穿黑色休闲装,有老公都面带墨镜,居该网友透露,龚丽状态非常好,她与丈夫有说有笑,恩爱十足。 之前有网友晒出龚丽与丈夫在日本牵手游玩的照片,以致意起来还有几位朋友,龚丽夫妇入住的酒店在日本非常有名,最介绍,但借最低价格基本在7500元,而忘记较便宜的房型都在15000元一晚,从某预定软件上来看,目前该酒店可显示的最贵套房则在2万元以上,最便宜的则在1万元以上,非常昂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